都是你的生命 接下来请收看 海淘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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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淘法师救护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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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众生的苦也来自于 你自己感受到你自己的苦 但是你自己了解苦 但是好在我们皈依了三宝 我们可以慢慢的离苦得乐 但是大部分的父母众生不了解 所以我们修学大乘佛教 最主要一定要生气大悲心 那修大悲心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就是讨厌别人 会生气 所以甚至默不关心 这个是修大悲心的障碍 当然很多人认为说 我对我太太很好 我对我儿子很好 这个不是慈悲 这只是一种世间的感情 那大悲心是你对所有一切存在的众生 然后呢你都思维到他的苦 而且你可以感受到他的苦 当然思维跟感受又有一段距离 思维是你在想 对对对他们在轮回真的很苦 那是因为你不会感动 那谁会让你感动 大概就是你的家人吧 特别是你的亲生的儿女在生病 你会很痛苦 就像你现在来参加法会 突然家里 哎呦你儿子在发烧 那或你心情就会很痛苦 那我们修慈悲心就要修这个 那现在这个世界上最缺这个 因为现在世界上大家忙着赚钱 忙着读书 都是希望自己得到快乐 别人跟我没关系 当然就像现在欧洲大家都在讨论 这些很多外国来的怎么办 甚至把它称为难民 那既然是难民 他就是在苦难 所以如果当然站在佛教图 我们就张开大手 哎呀来呀来呀 但是会有很多麻烦的 那所以慈悲必须忍入做基础 因为他可能会偷你钱 他可能会找你麻烦 因为他没办法 如果他今天是有钱人 他才不会偷你钱 所以那很多人说 那干脆就不要就没事 如果你不要 去对他慈悲 那你又失去一个修行者的特色 所以修行的人 他不能够 念一下 不能舍弃众生 这一句要记出来 来 不舍弃众生 永远告诉自己这个 这也是最难的 所以 因为不舍弃众生 才能够慈悲 那如何圆满慈悲 那当然你要把这个我 怕我受苦 这个我消除掉 这个叫我子 那事实上佛教里面 也告诉我们 所有生命的痛苦 就是来自于这个我子 就像各位 你现在哎呦我脚痛啊 我怕生病啊 我想身体生病是 佛陀都有生病 达摩祖师 他是被下毒六次 第六次 他才把这个毒品吸收 让他自己生病死掉 那事实上达摩祖师 也没有死掉 他只是视线 因为他的身体 已经修到不生不灭了 但是 意思是说 凡是修行者 包括我的施工 真华长老 他要往生之前 身体也一直在病痛 但是他很自在 让我感应很大 他身体 医生说他得了胃癌 而且在要往生之前 又得到那种 台湾人叫皮蛇 那个皮肤病 那叫什么疹 那叫什么疹 所以 泡疹 然后很痛苦 因为我光听到我就很痛苦 结果我跟我 跟师公在讲话的时候 他很自在 所以 他认为人生就是如此 但是内心念佛 使为波尔经典 那时候他一直给我强调 念佛 使为大波尔经 虽然他身体在最后的阶段 但他 虽然瘦了 但是他眼睛很亮 心情很平静 我认为这个很重要 因为对我们来讲 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 我们自己都会想 会怕 到底我有没有能力面对 但是让我看到一个修行者 他在思维空性 波尔经典 那我师公为什么要读波尔经典 因为 他想要用波尔经典 让自己安住在空性 这个就是一种修行 而且透过念阿弥陀佛 来消业障 因为他最大的目的 他一个生命最大的目的 我师公一辈子修行 最大的几个字 来念一下 发菩提心 一心念佛 求生净土 他一辈子 他的生命就是这十二个字 这个很重要 各位如果 每个人的生命 如果你把你生命定在儿子 事业 感情 那因为这些东西会让你痛苦 就像我从小很佩服 孙中山先生 我们在叫国父 所以我永远记着 他要往生的时候 他念了什么 来 等一下 革命 奋斗 救中国 也就代表他的意志 只是现在我们学佛了 讲革命 奋斗好像不对 要讲慈悲 智慧 救中国 革命还要打仗 因为在他的范围 他已经达到一个极点的人 但是因为他还没有了解佛法 那我时空就不一样 发菩提心 念佛 求生净土 然后趁愿再来 继续再发菩提心 所以因为这种法的力量 可以超越他身体的老化变化 那各位你想想看 我们几个人能够如此 但是整个世界的人 大部分很少人有这个力量 再来那些动物到鬼到 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帮他念佛 我就希望他忘了他的痛苦放下 这个痛苦是一个夜报 不是真正的你 真正的你是空性 是慈悲心 是佛性 所以念了这么多佛号经典 就是要提醒往生者 但是各位要记住 来提醒自己 永远记住 这个叫保持正念 钱不见了 身体老化了 你爱的人离开你了 你那时候会觉得失落很痛苦 那时候你要保持正念 提醒自己 所以最后就告诉自己 身体可以死亡 但是我的佛性 菩提心念佛 这个不能死掉 这个就是佛教的重点 你讲体悟无常 接受我无常 一心念佛 那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如果你用我把修行在做什么 修行就是这个是基本的努力 如果你把快乐定在世间的成功 爸爸妈妈健康 儿女听话健康 自己的家庭健康快乐 那你会失望的 因为他就随着姻缘在改变 这个姻缘不见得说出家人 姻缘就比在家人很好 虽然我们这辈子也可以出家 但是我们的身体状况不见得各位好 我们的各种状况 只是说有姻缘出家 这样而已 那只是说既然出家 那是有姻缘学佛 那我们在碰到事情的时候 你如何用佛法去调整它 所以上回我们有一个居士 好像是在哪一个地方 前辈拿走了 各位在欧洲 大家聚在一起 皮包放这边 你要小心 你聊得很快乐 所以一会儿来 你不见了 所以有一次是在 在印尼机场也碰过一次 都是居士来跟我们聊天 跟我们聊天 我们坐这边 他们一定坐在最外面 对不对 就跟我们聊天 聊聊聊 还转头就不见了 所以因为你专心在聊的时候 就有人会坐在你旁边的桌子 就在等机会 特别机场 但是我就看他怎么反应 他掉以后 随缘吧 跟他结缘吧 厉害 这叫修行 如果不会修行 怎么办 师父怎么办 好乱啊 我们就掉录影带了 这怎么办 所以 当然我想各位这些状况 你还是要去 学习 念下来 观修无常 这个观修无常 也叫禅修无常 就是说你现在拥有的这些东西 你要打坐的时候 或者你在上步 要去想 他变化了 他不见了 他离开我了 我现在两根腿 医生说要锯掉了 因为糖尿病 所以就像我一样 我每天都必须用讲话 这是我唯一的利用价值 海盗法师现在不能讲话了 怎么办 念下来 正好修行 就是这样 现在我讲话 各位都知道 有点勉强 因为喉咙不好 那我这个人就是 我很喜欢念 我在房间 我很喜欢念 特别我们那个酒店 听说有鬼 正好修行 所以我就会很喜欢念 点香啊 水啊 我都一直在念 所以对我来讲 我喉咙 就一直在勉强说话 撒牙的状态 但是对我来讲也还好 只是 那没有了声音 那没有声音不是正好修行吗 但是你有的时候 你不去讲话 就对不起众生 对不起 你给他念念咒 对他多好 所以 但是内心里面 就算没有声音了 那你还是在念头最重要 念头 所以诸佛菩萨 你听不到他声音 但是他的大悲心的力量永远在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为什么要升起大悲心 就是说 你要去思维自己的痛苦 这个全身到脚 没有一样是快乐的 这个世间 你移民移民移民到哪一个国家 都有问题了 这个世间没有没问题的地方 所以我每天在跑不一样的地方 不一样的地方 我都会去问这边有什么好 问完以后 这边有什么不圆满的地方 这个世间找不到 我就会越相信佛陀 原来佛陀劝我们去极乐世界 是有道理的 就算这个世间24小时 都没有温度的变化 都不用 都有东西吃 都不用赚钱 有些国家 有些国家一辈子读书不要钱 看医院不要钱 不担这个国家 听说欧洲有几个国家 也是如此 医院都不要钱 但是医院不要钱也没用 不生病比较重要 生病不要钱也很痛苦 所以这个世间 外在的世界 你的身心世界 的唯一的真相就是什么 变化无常 无常故苦 苦空无我 这个世界存在的就是痛苦 抓不住的 没办法控制的 那这一点要思维清楚 好在我们故意三宝 我们就是因为了解 这个世界很痛苦 所以我们要来 医治佛法身三宝 就像为什么 有些老人家说 我要搬到医院旁边 随时可以急救了 这样快一点 因为我们的生命 就一直在痛苦 所以我们痛苦 但是别人不知道 就像我出家 是因为我爸爸妈妈 父母亲这么努力一辈子 虽然有一点钱 但是我看他们 最后就是痛苦 我爸爸每天四点就起床 干嘛 运动 怕生病 不但自己起床 把我们通通拉起床 只有我从小就四点起床 游泳 运动 剑道 跑步 反正天天在运动 从小就训练 因为他认为身体很重要 但是身体很重要 还是会生病 所以很痛苦 所以这个世间 各位要多去思维这个道理 父母对我们这么好 都这么痛苦 那我们 你讲我从小的习惯 来 专心就是天才 听佛法的时候 你不要吵我 老师上课的时候 我都很安静 因为我回去可以不用再看课本 因为老师在上课 我就会很专心的 一直听 因为我要把它装进去 这样 然后下课以后 我还会再思维一遍 如果下一节课 老师没有来 我可以再讲一遍 各位要学这个 叫副讲 副讲 我看完一遍心经 我就可以 把心经的 我体悟的要点 虽然不圆满 告诉对方 各位一定要学这个 这个是菩提心的 劝进行者 就是说你听这个佛法 像各位今天听完 你一定要回家 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这个是个悲心 如果你不讲 这个佛法对你就没有用 因为你不符合慈悲 听佛法对你没用 最好你明天就拿了麦克风 开始讲 最好你把今天听回到的佛法 通过你的网路不管什么东西 就打重点就传出去 最好把今天的所有法会的这种功德 透过各种管道资讯传出去 让大家听一下 同享功德 那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悲心 你不能说我喜欢做我不喜欢做 因为全法国人都知道 所以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所以各位要透过你的悲心 如果你有这个悲心 像我们这次在这边参加法会 地狱道的众生就听得到 所以上位格西今天在上面 要修三种法 我们都来随喜功德 大威德金刚超度法 大威德金刚是文殊菩萨的视线 然后断除众生的这种我执 所以众生是所以在地狱道 二鬼道是因为他有这个执着 所以文殊菩萨显现成 大威德金刚来断除他们的执着 超度他们 叫大威德超度 下午修什么来 要师佛超度 再来再用要师佛的这种力量 让他们脱离伤恶道 让他们得到世间的福报 要师佛最后的目的 就是希望他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八大菩萨接引 那各位所写的红色的牌位 念一下 度母消灾 就要念度母观音菩萨的视线 来为我们的所有消灾牌位 能够让他们脱离各种身心世间的痛苦 那我这样说的意思 各位就要做一个悲心 验这三种的消灾超度法 骗及整个法国 以所有老人验故为验 骗及整个地球世界 骗及所有六道 念一下 地狱道 恶鬼道 动物道 各种人类 人类往生者 天道阿修罗道 皆同享功德 就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要让它转 它转 它就在动 然后透过风 但是我们是透过我们的心态 你的心态 所以什么叫空性 这样讲比较快 空性就是说 你的心跟每一只蚂蚁都连在一起 你的心跟最高的天神都连在一起 就像母子连心一样 你做妈妈的 怎么做都会想到儿子 你睡觉睡醒也会想到儿子 因为妈妈已经习惯 心跟儿子连在一起 这个叫执着 那修佛教呢 你不能有特殊的执着 如果你有特殊的执着 就会防止你的悲心 那怎么办 那很简单 把执着儿子的爱 来执着众生那就解决了 那这里面就包含你儿子了 也就是说 你的心跟所有的众生都连在一起 包括我 我为什么天天跑来跑去 因为我师父说 你要跑遍世界每一个角落 这辈子没跑完 下辈子要继续跑 永远在跑 为什么 连接关系 就像各位这次来 我们潮州协会 各位在这边参加访会 小宅拔度 我认为很多人都会来这边拜拜 拜拜的目的 他就是希望消灾 拔度 祈愿 那你要 你要把你的心 跟潮州协会连在一起 以及来潮州协会的所有人 那潮州协会在这个地方 那你要观想 它影响了整个社区 巴黎 整个世界 那你只要加入这个功德 所以我昨天有念 来 随喜潮州会馆功德 随喜化国慈悲协会功德 那你要融入这个功德 你融入这个功德 那一个潮州会馆 有很多人来拜拜 这边有佛像 有地藏菩萨 有观音菩萨 所以 那 只要有人在拜佛 只要有人在拜观音菩萨 你一拜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就有力量 就像这样 我一转他 他就有力量 所以你拜佛 你念佛 你诵经 你在供养佛 你在绕佛塔 他就会有力量 他这个力量就一直出去 一直出去 所以各位你在家里拜佛 不是为自己拜 你在拜 佛就发光 就像你在压那个空气一样 气球就会一直起来 你一直拜佛 绕佛 念经 诵经 词咒 你又再思维佛法 然后他就在放光了 念一下 佛光普照 普度众生 也就是说 你像点火一样 这个人没学佛 因为他被世间污染 风很大 那我们就一直给他点火 一直给他点火 至少 风比较小的时候 他火就点燃了 他就开悟了 所谓点燃了 就是他有智慧了 有了光 拿了手电筒 他就不会跌倒了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这个世间 每个人都是在苦的状态 生命的本质 就是个痛苦 为什么痛苦 因为变化无常 这个世间没有永恒不变 不动的 你放一滴水在那边 它就慢慢在蒸发 你点个灯在那边 它就慢慢在烧 最后熄灭 你放个面包 苹果在这边 它就慢慢在变化 最后 它就会烂掉 这个世间没有那个不动的 这一点记住 但是 每个人都在要求不要动 抓住老公的手 你要永远爱我 不可能 但是人都求这个记忆 医生这次帮我吃药 永远不要让我发病 不可能 这个世间没有这种事 这个叫什么来 念一下 我执 对 你有一个执着 这个我就是我的想法 我要永远这样 我永远不要生病 我永远不要死 不可能 这个世间只有佛性是永恒的 念一下 是诸法空向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如果你找到这个空性 那你就不生不灭了 没有肮脏也没有干净了 没有增加也没减少了 那你只要找到这个点 这个叫开悟了 那不是找到永恒的生命了吗 永恒的慈悲 但是如果你把生命的快乐 定在成功 那你必须要面对失败 你把生命的定义 定义在有家人爱 爱在一起 那势必最后分开 就像有一次人家拿一张老和尚 拿一张相片给老和尚 老和尚说 这个先死 死完换这个 老和尚你讲这么坏 我讲真相 没有一个不死的 这是真相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 这讲话比较直 但是提早让我们了解 这就是生命的本质 所以我们要归三宝 我们要赶快来修行 我看今天上面写的 上午是三归五戒 我们赶快把我们的生命 整个方向归佛法身三宝 我们要来修行 修行就是持戒 至少不会堕落地狱 归到出身道 不失还可以让我们得到富贵等等 进一步追求智慧 所以愿 当愿来 当愿所有众生 归一三宝 受持戒律 那这个思想你永远要记住 你不能说 我是三宝弟子 跟你没关系 不行 你坐在车上 你在街上 你在百货公司 你都要念这个 当愿众生 心里一直想的 愿他们归三宝 念一下 On Pukam On Pukam 这个咒很短 On Pukam就是 让他们归三宝 让他们进入净土 也叫归咒 叫净土咒 净土变咒 什么叫变 这个世间是很痛苦的世间 但是如果大家归三宝 会修行 他就进入净土 所以这个黑暗的世界 马上变净土 叫On Pukam 贪嗔痴 烦恼轮回的心 马上变成佛的心 On Pukam 这个叫归三宝 所以 那这个咒就会有力量 所以你只要看到众生 就会念On Pukam 像我都是这样 念一下On Pukam On Aung On Aung On Aung 因为这个咒是有意思的 就是说 On Pukam 就是他归三宝 On Aung 他得到我 身口意 所做的功德 也得到了诸佛菩萨 身口意 修行的功德 叫On Aung 那既然得到了 On Mane 他就脱离六道轮回 发菩提心 往生净土 我想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修行方法 南无阿弥陀佛 希望这个人 他整个生命 南无就是归命 进入阿弥陀佛的心 将来进入极乐世界 将来成就阿弥陀佛的功德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 释迦摩尼佛都可以 南无就是On Aung 就是不清净的 进入清净的 本来从黑暗并入光明 叫归命 本来把生命的快乐 定立在变化无常的痛苦 现在把生命的意义 归一了阿弥陀佛 归一了三宝 叫南无 而学习释迦摩尼佛 这种卑制圆满的觉悟的状态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所以整个大乘佛教就叫我们 阿弥陀佛 见到人叫阿弥陀佛 时时刻刻都阿弥陀佛 进入极乐世界 脱离轮回 变阿弥陀佛的功德 可以帮助众生 自己成就阿弥陀佛 也希望大家都成就阿弥陀佛 这个思想 特别各位住在繁荣的地方非常好 因为修菩萨道 你不能住在没人的地方 你会孤僻变怪 怪罗主 怪怪的人 因为你没有面对众生 修菩萨道 它就要让我们在 越复杂越轮回的地方 让我们看到这个事先的苦 逼迫性 逼迫 佛陀为什么会出家 佛陀的家族是加比罗为国 加比罗为国是印度16个国里面 算最有福报的 所以他们很骄傲 叫太阳的子孙 他们不跟别人结婚的 他们就是太阳族跟太阳族 表兄表妹就这样一直结婚 不能让别人参进来的 他们很骄傲 但是他们虽然很骄傲 但是他们是一个小国家 旁边都是大国家 随时想要并吞他们 所以那个时候 希达多太子佛陀的 在家的时候 虽然他要做皇帝了 而且听说他有能力管理 整个印度的16个大国 但是对他来讲 这个很逼迫的 所以而且印度的很多老百姓 很穷的 他看到这些 他觉得世间这些 让我做皇帝又怎么样 他是全国家里面最帅 最有福报了 那还是要生老病死 那各位一定要去思维 念一下苦的逼迫性 死亡随时会来 无偿随时会来 等一下各位走出去 你要想我可能就撞死 你儿子开车出去 不回来了 你要有这个想法 你才会打破 你的这种执着 那你才会有危机意识 这个叫思维无常 所以世间的一切不能依靠 如果一个女孩子 她认为 我找到一个好的老公 然后我这辈子幸福了 那是演电影没有这个事情 电影是骗人的 但是如果你把她思想设定在这边 你会很痛苦 所以我这样说 我希望各位 你一定要跟你的家人好一点 跟他讲话 吃饭 一直跟他影响这个 你煮好饭 给他吃 你钱给他 你儿子就比较跟你亲近一点 然后你就要一直跟他说这些 就像我现在坐在这边 我一直念念念念念 从昨天念到今天 就是在讲这些 变化无常苦 各位最好等一下排队旅途出家 一心念佛 放下 没什么好交代的 放下 台湾话说 逃替体也OK了 不然的话你要交代交代不完 交代不完 当然佛教里面讲的 出家并不是一定是体统 心里要出家 所以回去你跟你爱人说 请你把我从你心里面出家吧 那他就自由了 所以回去你跟你老公说 我已经在我内心里面让你出家了 不在我里面了 你自由了 我更自由了 但是现在你把一个东西 把一个爱 把一个儿子女儿放在这边 很痛 因为就算你要断气了 还在想着他 下辈子当然 现在你是他妈妈 下辈子一定是做他太太 做他孙子 因为你会抓着他 如果你堕落做畜生道 你就是那只小狗 又回家了 就一直一直这样 因为一直想要抓住他 所以我想 我之所以讲这边是因为 我们要超度众生 要怎么超度 先超度自己 好不好 你不超度自己 你叫他去极乐世界 你阿公说你都不去 你叫我去 因为你心里在那种状态 你没办法帮他 帮自己也帮不了他 至少我们在帮他念的时候 我们是想着极乐世界 我们是真心的想要发愿 如果他没有往生极乐世界 你的心就会让他感受到极乐世界的快乐 放下世间的这种快乐 所以一个人快往生了 他不能断气 那我们当然去给他做很多功德 目的就希望他放下 为什么 这些功德让你升天 来这些极乐世界 比现在快乐多了 自在多了 那各位每天都要念念佛 为什么 让自己心里很快乐 让你心里很自在 世间的东西是个责任 那这个责任我尽力 在缘起 在因缘所生法的条件 你现在是扮演先生 扮演太太 扮演阿公 扮演儿女 扮演董事长 扮演什么 那你把这个东西 当做一个修行的助援 不管像我现在是扮演出家人 所以那我的最大的任务 那就是修行佛法 传播佛法 因为我扮演出家人 所以不管你扮演什么 你扮演这个医生 那你就好好把医人 病人医好 医他的心还不够 医他的身体还不够 还要医他的心 就像有一次我去纽约 牙齿痛 那个医生 食物会痛哦 会痛哦 赶快念阿弥陀佛 完蛋了 我说医生 你念佛就不会痛 没有啊 还是很痛 他说 我就是要让你痛 你才会念佛 天哪 他真的把我弄得很痛 那个医生有一点执着 我就是要让你痛 你才会念佛 天哪 下回不敢去了 后来我就去荷兰 我去荷兰 荷兰多温柔 没有问题 不用拔 就把我弄好了 我说那医生是虐待狂 虽然念佛是对 他还可以讲在面前 还有一个按摩师 师父 我按你会痛 你要叫出来哦 不要憋哦 叫大声一点 没关系哦 真的也是虐待狂 你最好念佛 念不出来了 这个就有一点过分一点 虽然念佛很好 但不是这个方法 念佛是让你心里没压力 但是当然身体的痛苦 来自于心的执着 如果内心能够放下 就很圆满 各位要学习服务众生 我手上有读诵本 谁没有 这样子 要一直注意 非常注意 能够懂得中文真好 各位在法国 我要提醒各位 一定要让你的儿孙懂得中文 这是你做母亲 做祖母的责任 如果你的儿孙不懂了中文 你真的是太不负责任 因为他一辈子不会看佛经 他没救了 他只能过着外国人的浪漫 然后最后就再见 他们有机会听闻佛法 很可怜 所以要想尽办法 中文一定要深入 因为你中文不深入 你没办法看懂经典 这辈子不是白来了 就浪费了 所以后面有十位菩萨 代表大家做十供养 也代表十方的法界众生 来供养十方佛 更代表所有往生者 所有消灾者 所以我们先来 齐请诸佛菩萨降临 大家请各位念 那么常住十方佛 那么常住十方法 那么常住十方身 那么本是释迦牟尼佛 我等以报恩心 孝顺心 孝顺心 大慈悲心 为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 六道友情 齐请诸佛菩萨 降临法会 护法善神 守护法会 同享功德 六道友情 离苦得乐 同生净土 同臣佛道 恩阿货 我们现在要为他们做大供养 为蚂蚁 为鸽子 都要供养 你要想到这 我刚才讲 什么叫空性 连接了 我跟鸽子 还有鱼 我跟非洲人 我跟任何人都连在一起了 产生一种连接的关系 就像你跟儿子产生关系了 你一辈子都不会舍弃他了 你对祖母 你对你的父母 永远都要超度他了 直到他最后成佛 那你把这个关系扩散到 对每一个众生 那就变成一种空性 产生的悲心 这个重点要抓住 你经常念习 经常念习 让自己习惯 所以我们现在 你为众生去供养 那个功德更大 所以念一下 发菩提心 供养一盏灯 超过别人 供养百千亿万盏灯 那你就了解菩提心的意思了 菩提心就是 你关心法界所有众生 离苦得乐 因为他们最后都成佛 而且用心跟他黏在一起 那你就知道 我们为什么要出家 出家就没有实心 才有这个广大的心 了解吗 所以就像我要出家 我太太说 我要跟你出家 那我完了 她说我也要出家 你为什么不让我出家 我说你可以找别人出家 你如果去南我就北 你如果去东我就去西 因为不能这样做 所以各位这一点 希望大家也出家 好不好 我就爱众生 默默地去爱所有众生 帮助他们 好 请翻到七十一页 希望大家经常这样念佛 念佛 你能够点一只香供个水 你找更多众生一起来念佛 因为你给他水 你给他香 你给他食物 他们很高兴 就像各位 你喂那些鸽子 海鸥他们就过来 过来吃吃吃 阿弥陀佛 他们就皈依了 对不对 就是你要先让他过来 事实上超度也是这样 准备这么多食物 这么多爱心 这些众生就来 不分德国人 法国人 华人 他们就来 来他们吃的 你对他很好 你对他很好 然后你现在愿意他皈依三宝 我们不是拉他相信我们的宗教 因为佛法是真理 是超越宗教的宗教 你要究竟离苦 因为你已经信仰了那个宗教 结果没有离开痛苦 所以现在有一个 可以让你离开痛苦的方法 这个叫佛法 所以他就会接受 就会接受 所以我想各位 我们佛教徒 各位心理很广大 帮助各种宗教 他已经升天了 没问题 他如果还没有升天 还在受苦 来我们来帮助你 这样就好了 就像你到A医院 一不好 现在我介绍你到B的医院 那可以让你离苦 永远不会再发作 那就对了 那叫真理 这个叫佛法 所以我们懂了佛法 我们很有福报 但是各位 你一定要把这个福报 从你的生命里面展现出来 这什么意思 如果你每天还在烦恼生气 你们拜佛了 最迷信了 最糟糕了 吃素还会骂人 很奇怪 但是既然我们学佛了 你必须 我们出家人跟你要 我们出家人 既然你出家 你不能贪财 好色很大的缺点 佛教好可怕 所以现在的末法就是 人家不相信出家人 不相信出家人是因为 我们出家人没做好 这是最痛苦的事情 南传 汉传 藏传 OK 出家人正知正见 不贪财不好色很慈悲懂佛法 那就对了 那就是最重要的 这部分在家出家 我们希望更多人学佛 我们潮州会馆应该要 潮州 这个叫什么 潮州会馆 还要办一个青年会 现在已经中年会了 老年会了 还要儿童营 对不对 因为心外有更多更多年轻人 一直加入 那我们必须符合他们的方法 不是用我们的方法 因为时代改变了 所以佛法是如此 好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防疫医师严家贤 大部分的COVID-19感染者 症状轻微 经休养后可自行康复 为了将医疗资源 留给重症患者 若您经检验为确诊个案 请您先留在家中 不要离开 等候工卫人员通知 在家中请单独一人一试 避免与其他同住者接触 或共用卫浴 请佩戴口罩 和注意手部卫生 并使用稀释后的 漂白水或酒精 清洁经常触碰的物体表面 若出现发烧症状 可使用退烧药 缓解不适 若出现以下症状 请立即联系 119卫生局或1922 医指示就医 就医时禁止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也请记得电话联系 您的密切接触者 请他们自我隔离 并健康监测 指挥中心关心您 我们四五已经处聊水平部华庭中心 一旦听过书 还有小礼物 教导 我们再带到掃席给大家介绍 各位 喝酒料的作品大家高早 請大家美景說話的 不願意在這裡 喝酒料後 是順利劃華的同心 來參加我們生涯的時代 海豬發生 無人感動進來這裡 這個順利劃 要來批凡議決 跟這個副道教授感的運動 還有一些甜品請大家 請大家來參加我們 親切的呼喚她是雲林觀音獎堂 年若人張妙蓮師姐 推廣社區佛法故事分享 与素食结缘将近二十年 五月适逢玉佛节 园林观音道场举办一系列社区关怀 推广佛法以及素食结缘 此次活动预计在四个地方举行 来这边已经快接近二十年了 因为海涛法师他慈悲的感召 让我深深的烙印在心田 最近因为一直感念海涛法师 他为了利益终生 让我也一直想要为沿海的 为学佛的一些佛子 希望他们能够跟我一样 有这个福报来学佛 来有这个福报聆听到佛法 所以最近有在沿海台西四府 因为佛诞日遇佛 借着佛教的故事 那素食的结缘跟沿海的地区 大众一起结缘 这是很神圣的任务 我满心的欢喜 也因为想到海涛法师 为了众生 我更觉得应该去做 而且精神饱满 当每一个信众来参与的时候 我就很感恩很欢喜很发喜 让他们能够来分享 聆听到佛法 佛陀的慈悲 及海涛法师的慈悲 来利益终生 阿弥陀佛 第一站 来到了四湖香灵错辽 顺天府活动中心 一早师姐们便到场布置 桌子上佛书佛曲等结缘品 呈列整齐 阿弥陀佛 我是四湖香 丁丁丁丁丁 小学生王 王建伟 今天非常感谢 我们四名电视台 由海涛法师所率领的团队 来跟我们这村 跟我们做这个 博物的康备 包括专用一些佛法 对我们政客来说 能收益良多 也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希望再次有这个机会 再来我们生的 多多跟我们这村民 来宣揚佛法 非常感谢 谢谢 佛陀佛 活动中世界以佛法上的 亲身体悟 分享给前来的民众 我学生了 不在乎 不在乎 那我没有办法 不在乎 有钱是你的 他正硬是不在乎 只有2亿而已 我们不在乎 2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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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亿 在乎 2亿 2亿 3亿 健康中央 我們的福度 我們的福度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我們這個洗下去以後 我們又在馬上要什麼 健康中央 公頂海 好 我們洗下去 我們不想說 我們倒下去 我們洗一洗一下 洗一下子的水果 沒有 我們要來想一下 它是很重 很大很大 很高的一個 一聲火號 一聲心 時捷稱此因緣 待長者們 一句一句的 念著阿彌陀佛佛號 在活動圓滿後 師姐們一一發送 營養美味的數十便當 讓生活在海口地區的長輩們 也能有一餐 如數的善姻緣 緊接著來到了第二站 海清宮對面 四湖鄉輪北活動中心 雖然前來的民眾不多 熱心的師姐 仍把握難得的機會 讓每一位前來的長者們 能夠有機會童瞻法喜 一瓢一聚 親切地引導他們御佛 並念誦御佛祭結善緣 眾善根 在此同時心逢海上守護神 媽祖娘娘聖誕千秋 第三站來到了台西鄉安海宮 師兄師姐共襄盛舉 同來組合 並於工前設置御佛花亭 讓現場民眾御佛師兄 則在旁熱心解說御佛步驟 而在這活動期間 每一份送出的美味數十便當 是特別邀請擁有餐飲經驗十多年的 雲林觀音獎堂志工丁師姐 用心所設計的菜單 今天的便當 數十便當就是把我做外匯的專長 把它融入到菜市場裡面 當然我在這個餐飲上面 已經有十幾年的專長 也跟經驗 那把它變到素食裡面 就是在融會貫通以後 再做的變化 那我其實有搭配了一些就是 我們現在的人 比較注重飲食健康 對 所以比較養生 就比較少油 如素一餐 或許身體上改變不多 但人人如素一餐 卻可以愛護動物 保護地球 希望由一份素食便當 能使良善的種子花芽 每個人都有一個美好的願景 生命烈士 與您採訪報導 佛法 佛法就是那麼直接 只要我們能生起無我的悲心 就可以使佛法的力量產生 一念之間即得成就 一念不生則般若生 一念不生則大肥生 不要再讓凡夫的分別念現行 盡量使自己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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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住在佛性的自信心中 我們將會發覺 活在世間的真實意義 用愛 用慈悲 就可以得到全世界 如果以恨 以抱怨 就失去全世界 如果心中有愛 有慈悲 就生在極樂 那是心靈的淨土 心靈的春天 如果懷恨 常抱怨 那就生在惡道 那是心靈的癌症 心靈的地獄 佛法就是人格發展 與待人接物的合和表現 是妙質 大悲 與善巧方便的平衡展現 所以我們學習佛法的人 處理事情 就要比他人慈悲 要比他人更有智慧 甚至比他人更懂得善用方便 同一大師曾經開示 了事如幻 愛心永存 凡事存在的一切 都是幻化不實的 都只是一個暫時的影像而已 諸佛所以透徹諸法的幻化 唯獨對眾生的悲心 永不改變 僅此兩句話 即道盡佛陀悲至的一貫精神 基督估道 教人主持人 基督企域 基督伴道 祝啥 艙於佛陀悲至的天 低 幸福 善巧 祝大家 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哲波罗蜜 四切瀾 四切菩萨摩 三切菩萨摩赫萨 三切菩萨摩赫萨 四切菩萨摩赫萨 三切菩萨摩赫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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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